我們都是三獵蟲 你看三獵蟲輕輕色色 有大有小 所以三獵蟲大概遠距離到遠近 其實它的蟲 你沒看到它的蟲類還是非常的多 譬如說像它的橘石 已經走錯路了 有大的 有小的 它有像這樣有刺的 就是智慧用的 它受到騷擾的時候 它會捲曲起來 所以三獵蟲為什麼會滅絕 它引畫這麼好怎麼樣 所以 表示什麼 這次賭博 滅絕事件發生的時候 它沒有躲過去 它沒有躲過去 走錯地方 不一定是走錯地方 沒有沒有 它的眼泡並沒有錯 因為它種類還是非常的繁盛 我們用個簡單的 我用個簡單的例子 我們一直認為是一千 都覺得說布類比爬蟲類優秀 所以布類就取代恐龍稱霸地球是錯誤的 恐龍比布類早出現在地球上 大概差幾百萬里 布類是比較晚出現 可是在恐龍時代恐龍蓬勃發展 布類還被壓抑下來 所以布類並沒有比爬蟲的優秀 可是當滅絕事件發生的時候 恐龍滅絕了 那我們可以做幾個特點 一個特點是恐龍腫已經衰退了 恐龍這個腫 它最蓬勃發展是在諸葛季 樹木最多 種類最多 就在諸葛季 到了白俄季的時候 它的種已經減少了 而且體積沒有那麼大 當然有氣有改變有個原因之一 在當滅絕事件發生的時候 恐龍體積比較大 所以它必須小 第一個 你比較不好從地方躲起來 比如說山東什麼 比較不好躲 再來是什麼 它需要食物量比較多 因為體積大 可是在恐龍時代的時候 我們的恐龍類 最大的體積大概是一隻中型群那麼大 所以第一個 我好躲嗎 它躲這個地方好躲 第二個是什麼 我體積小 我們需要那麼多的食物 所以滅絕事件發生之後 恐龍都滑下來了 所以生物的競爭 除了說像道理說 物競天者之外 其實目前還必須這樣的機會 運氣就是一種實力 沒錯 你運氣好活下去 運氣不就活下去 所以像山一蟲運氣不好啊 滅絕啊 後運氣好啊 我活下來了 鷹鵡螺運氣好活下來了 舉一時運氣不好 一死掉 一死掉啊 所以你看看山一蟲也有這麼大的 你說它摔退了嗎 沒有啊 有這麼大的 而且它是禮奇性的深入啊 所以可能滅絕事件的時候 他們這個走就逃不過去 大家生活的地區太狹隘了 有可能 那像後的話 日本也有後 中國也有後 然後台灣也有後 美國那邊也有後 所以他們似乎方面比較大一點 所以當一個祕訣證件發生的時候 把這邊死關過 那邊就活下去 只要活下去 活下去就有機會